Col the Spy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 妙蛙城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繼續進行我們的Col combat教學 我們來到第10關 囚犯 這關的目標有3個 第1個 解放囚犯 第2個 殺死守衛 第3個 收集寶石 第一行的注釋就是在告诉我们这关的目标 他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Week Door后方解放Patrick 第二个30名为Tew的守卫 第三个得到宝石 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 其实这个第一个部分非常的简单 我们的英雄在左上角 我们往右边走一步 接着攻击这个Week Door 如果这个门一次之后 这个门就会爆了 那这个Patrick就能走出来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Move Right 接着Attack Attack后面可以传入一个参数 是攻击的对象 或是目标 那我们这边就是Week Door 接下来我们要往右走两步 再往下走两步 那到这一边 这个 他就会感应到 这个敌人就会感应到我们 那我们再攻击他就可以了 Move Right 可以传一个参数 代表要执行两次 就是往右走两步的意思 那同0down也一样 接着一样 Attack 传参数 是对象 对象是一个叫做Q的死人魔 最后我们不要忘了 还要拿去拿宝石 那我们这个原本是在这里 我们需要往下走一步 接着往右再走一步 这边就是Move Down 而Move Right 我们来运行看看 我们来运行看看 好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Patrick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射手 他也会帮我们攻击死人魔 那这是题外话 这一关呢 我们的教学 就要到这边结束了 大家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